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今日舉行 截至12點半 有115572名選民投票 投票率是百分之12.29 比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新界東投票率百分之14.77為低 但告於2010年 立法會補選新界東的百分之4.65投票率 而截至早9點 選官會收到17宗投訴 大部分與選舉廣告有關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說不提醒市民 不要發放虛假候選人的資料 在將軍澳的票站 早上陸續有選民來投票 有選民說會因應候選人的理念來投票 也有人說希望有新力量入到議會 看看他們的理念是甚麼 終於不要搞那個時候就行了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說早上巡視多個票站 對於投票率比2012年的大選低 但是比2010年的保選高 他說選管會不會分析原因 而一般來說 保選的投票率都會比大選低 他又重申 選民搬走了之後沒有更改地址 回到舊地址所屬的選區票站投票 法例是容許 不算中票 被問到有人在社交網站 將個別候選人的相片對調 馮華說提供虛假的候選人資料可能違法 任何牽涉候選人的發佈 如果有些失實的事實陳述 即是假的東西 你說一個候選人是假的話 他很有機會變為一個非法行為 這個選舉的條例也會監管 如果你是發佈一些關於某個候選人的資料 是假的事實 這個是不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這麼做 玩一下也是不行的 今次新界東立法會議席補選 以單議席單票制方式進行 一共有7名候選人參選 合資格的選民有94萬 選民可以在晚上10點半前到所屬票站投票 鳳凰衛士記者彭淑京報導 我們記者潘彩如Shirley 現在就在張君澳的投票站門外界和她談談 Shirley 現在目前投票工作進展成怎樣 是呀 是的 我們剛剛在這裏靠後的地方也見到有些人在拉票 很多人都打出這個是關鍵一票的口號進行拉票 其實我們現在在票站外邊也跟一些選民談過 他們就說現在議會發生一些拉布的現象 或者是年初一二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 也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於候選人的一些選擇 他們也都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力量進入議會 另外亦都有一些選民就說 希望會有一些人進入議會之後就可以做多些事 所以其實今次的立法會補選 其實補選到的議員實際的任期只有四到幾月 不過就會用七千多萬的公帑 而下午我們都會繼續留意著最新的情況 謝謝Shirley 今次立法會補選新界東直選一個議席 約94萬名合資格的選民可以投票 由於外界射這次的補選結果 為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民意參考指標 雖然補選出的議席任期只有約四個半月 但競爭激烈 共有七名候選人參選 去年六月當時屬於公民黨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退黨 並且辭去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他所屬的新界東地區直選議席在2月28號選出 有七個候選人競爭選情激烈 其中建制派由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出戰 他是現任離島區議員 也曾經是青年民建聯主席 建制派希望透過取得這個新議席 拿回立法會分組點票的控制權 目前泛民在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中佔18席 建制派有17席 建制派如果在今次的補選中勝出 就會取得18席 將會掌握分組點票之中的控制權 同時也有足夠的票數 爭取透過修改議事規則 阻止拉布的拖延議會行為 另外本身是西貢區議員的方國山 被外界視為是親建制 不過他就說自己集中民生事務 參選是為市民提供第三條道路 而代表公民黨本身是執業大律師的楊岳橋 以及前立法會議員王誠志 也都參與新界東補選 除了以上4個人之外 還有報稱是公司董事的劉志誠 大律師梁思浩 以及港大學生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 一共7個人參選 這次補選產生的議席陰期不夠半年 不過外界就是這次補選的結果 為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民意指標 因此更具關鍵作用 鳳凰衛視記者王凱林報導